再一次地站在咱们笑里相迎的舞台上 心里更是忐忑 还是激动 因为我们俩是来自北京的相声演员 在北京生活压力说实话非常大 确实是生活压力大 我认为作为一个已婚男人 一天当中唯一能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是你开车回到家 熄火之后静静发呆的那五分钟 您听见了吗 各位 您要是没有车 您连这五分钟都没了 在车里的这五分钟 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 是吗 你可以放空自己 没有工作的烦恼 没有生活的压力 抽根烟 听手歌 打局王者荣耀 时间不够 你甭管干嘛 哪怕是发呆 这五分钟是属于你自己的 打开车门 你的角色铺天盖地的就来了 怎么了 父母面前是儿子 孩子面前是父亲 妻子面前是丈夫 保姆面前是老公 老板 吓我一跳 你能跳还不错呢 我连跳的热情都没了 这我跟您就不一样了 你没烦恼 我没结婚 连女朋友都没有 那不奇怪 我要你这样 我也没女朋友 我哪样了呀 哪样 哪样了呀 你让大伙看看你这模样 我怎么了 云淡风轻啊 这是形容人的词吗 就是极美特点 我这云淡风轻不算特点呢 如果难看要算特点 那你太有特点了 你怎么老说我难看 你怎么那么难看 你怎么这么有节奏 你太难看了 谁难看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行 难不难看 咱先放一边 别说那个 你以为现在追女孩那么容易啊 怎么了 追女孩你得动脑子 我也动脑子呀 你动什么脑子 你哪有脑子你 我怎么还没脑子了呢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多难懂吗 怎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女人 一年365天天天在减肥吗 为什么一边减肥还一边吃零食 为什么下楼去趟便利店还化妆 为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 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 为什么有洗不完的澡 为什么上厕所要那么久 为什么上厕所需要人陪 为什么上厕所还要带个包 为什么你总惊人上厕所 就那意思你懂不懂啊 你知道女人说没事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女人说随便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女人说不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是可以 有的时候是绝不 请问 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难看 现在知道你难看了 当一个女孩跟你说 让你说实话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让我说实话 让我说实话 那我就顺着她说 哎 刘明远 你说实话 这衣服好看吗 好看 你说实话 好看吗 好看呀 好看就完了 还让我给她买呀 这不废话吗 哎呀 大伙都听出来了 我告诉你啊 哎 你要买得起 就顺着说 哎 买不起 就反着说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看吗 不好看 比我还难看了 就这学得快 机灵真的 再比如说 哎 你一个人出去玩了 他问你开心吗 你该怎么说 我出去玩了 我开心呢 看来没有我 你也挺开心的呀 啊 那不开心 不开心还出去玩 天哪 那应该怎么说呀 还行 还行 但是 有你就完美了 哦 小鬼啊 可以啊 他跟你说他肚子疼 你该怎么说 多喝水 肯定是不对的 哎 多喝热水 怎么非得喝水呢 那应该怎么说呀 算了吧宝贝 你哪有肚子 哦 天哪 我发现我还差得很远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人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了解的 还真是 要想了解这个女人 嗯 你得多观察 多总结 哦 但是话说回来啊 嗯 像你这么难看的 光了解没用 你别老提我难看 要想得到这个女人 嗯 你得会哄 知道怎么红女人开心吗 给钱 非常好 说对了 你怎么算说对了 是 咱知道 给多少 怎么给 学问大了 那怎么给啊 比如说 你给她发微信 吃饭了吗 问候一下 发个66块6的红包 这就发一个 我想你了 发个52块1的 下班打车回家吧 发个77块7的 这就196块4了 这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 你还算着呢 废话 那过日子不得算呢 哎呦 你搞对象的时候 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啊 咱这样吧 咱 因才施教 比如说啊 现在就有一个女孩 答应跟你出去约会 地点在商场 约的两点 两点半没来 你怎么办 等她呗 可以 哎 三点没来 等她 三点半 等她 四点 报警 你报什么警啊 俩小时没来 这人丢了 人的是迟到 太没时间观念了 女人嘛 真复杂 这样吧 我牺牲一下 你要干嘛呀 好比说我 就扮演那个女孩 那叫我牺牲一下 你牺牲什么呀 你还想不想脱单了呢 我想脱单 你想不想脱单 我想脱单 对 那这样 我扮演那个女孩 我配合你 你好好表现好不好 行吧 说来就来啊 行吧 我头一回约会 居然是她 对不起 刘明远 我迟到了 没事 警察也刚到 讨厌警察干嘛来了 我以为你丢了 我报警了 看不出来 你还挺关心人家 那当然了 哎 那个 你想去哪 你说我听你的 嗯 我听你的 听我的呀 听我的 那咱先吃个饭吧 我不想吃饭 那你想干嘛 我听你的 咱看电影去 我不想看电影 那你想干嘛 我听你的 那咱唱歌去 我不想唱歌 那你想干嘛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吧 你来一个 那咱逛街吧 行 早听她的不完了吗 哎 刘明远 你看这商场真好哎 那是大商场 什么牌子都有 怕就怕这个 啊 好好 看就看这个 哎呦 你看这花生品 真全 是是 哎呦 这衣服真漂亮 多 哎 你看那鞋 你看那鞋 我穿着好看吗 好看 啊 买了 啊 买了它 买了 我谢谢你啊 没事 哎 那裙子我穿好看吗 好看 买了 哎 那背心我穿好看吗 好看 不光你穿好看 你爸穿也好看 那你是给我买 给我爸买啊 哎 买两件吧 讨厌 那买两件吧 他要了 刘明远 头一次见面 就花了你这么多钱 没事 我现在想问你个问题 你问 如果有一天 咱俩在一起了 你还会像今天似的 对我这么好吗 会呀 那咱俩在一起吧 那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呀 你太难看了 我娶你的吧 好